往居木里面就比较多一点 你会看得到比较多或是比较大棵的枫香树 在部落这个地方因为最近 不会是最近刚开始的 所以说你看到的这个树木都比较小棵 比较里面的话越原始 又非常的大棵这样子 对对对 好 哥 好我们再往上走 好的 让大家脑筋急长弯的时刻了 你看到这个住家有发光的 代表是什么 对 这个象征是什么 太阳 太阳 有点像 好可能会猜不到 发光代表阳光 阳光代表年轻人 对那因为我们部落这个地方 当然过去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环境的因素 过去的长辈都是走路啦 这样子 然后扛起很多一些被种的物 这样子 那所以说很多长辈呢 又非常喜欢喝那个米酒 这样子 那很多呢我们就 很多的长辈就离开了我们 那在我们部落这个地方 原住民 55岁就会有老人年金 以上的长辈呢 只有各位数而已 对 你看到我们部落这边 所有的部落族人 大部分都是在40岁至30岁左右 比较多 对你看到这样子的住家呢 是代表青年人的住家 那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照顾生理 这样子 好当然我们很多过去我们的长辈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故事 都是从我们的口述 那当然现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书面 那透过这个英文 罗马拼音 那像这样子的话 是斗树 有命的家 这边是达利 县的家 所以说这个是 这边的话就有两个家户了 对 都是你青年人的住家 那这边是往下走这边 对对对 好 所以说这边是年轻人的住家 大概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差不多40岁左右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 我们再往上